我是阿易沸陀医师July 你有什么可以思考的方向 有什么可以让你的教学更丰富的方向在场地的方面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频道的话 我的频道主要是介绍阿育废陀 瑜伽以及废陀哲学 如何将这些古印度的智慧 融入我们日常现代人的生活当中 如果对这样子的议题感兴趣的你 要记得按下影片下方的订阅按钮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每个礼拜的更新哦 好 我们今天切入主题 所谓的瑜伽教学 瑜伽教学包含了很多 体位的练习是瑜伽教学 哲学 哲学的传递也是瑜伽教学 冥想是瑜伽教学 呼吸法也是瑜伽教学 如何将你的生活美学传达给别人 也是瑜伽教学 所以根据你不同教学的内容 教学的主题 瑜伽老师应该去思考的是 怎样的场地最适合我 最适合我的学生 甚至连场地提供主也能够有所帮助 达到三营的现象 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过去在瑞士 还有在现在在挪威瑜伽教学的一个经验 我最早在瑞士是从2012年 从现在算到目前为止刚好是十年前 我在瑞士开始教瑜伽的时候 最早也是跟瑜伽教师合作 可是后来发现跟瑜伽教师之间的合作 开始变得有些绑手绑脚的 最后决定脱离瑜伽教师的体系 自己出来自立门户 可是在瑞士要开一间瑜伽教师很贵 不要多找瑞士消费物价水平不低 那我当时主打的市场 主要是住在瑞士讲华语为主的学生 所以最后我决定云游四海 我在平日的上班工作结束之后 办公室的工作我结束之后 大概晚上六点开始 六七点开始到九点这个时段 我每一天选定瑞士的一个城市 在那个城市住点 我在那个城市有一个合作的学生 那这个学生会出借他们家的客厅 召集附近有兴趣一起练习瑜伽的华人朋友们 共同来练习 所以最后到我离开瑞士之前 在短短两年之间 我的课程一个礼拜大概是排了十堂课 也就是我每天下班都会去不同的城市 也借机坐着瑞士的火车 看了不少的好山好水 OK 那我在台湾的你 或是不管你在哪一个城市 如果你没有了跟瑜伽教室的长期合约 或是固定的合约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 首先你要先思考 我今天要教的课 我想要教给我学生的课 是每一个礼拜固定的课吗 还是单一主题的周末的课程 如果你想要教的课是 每个礼拜固定的课的话 以下有几个方向 可以供你做参考 首先你可以去思考一般学校的大礼堂 或者是社团的教室 在课程在一般的课程结束之后 通常这些空间是空出来的 你可以去跟学 你可以去跟学校谈 OK 如果学校觉得OK的话 你除了可以 你除了是招住在附近的学生之外 你还可以去触及学校的教职人员 可以去触及家长会的家长 甚至是他们的朋友 OK 那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去思考 社区活动中心 或者所谓的社区健身中心 有没有适合的教 有没有适合的场地 能够提供你做瑜伽的教学 像我现在挪威这边 我就是跟我们社区的健身中心合作 我借的是他们的壁球室 因为在我们目前住的这个 我目前住的这个乡镇 算是偏乡 他们有个很棒的壁球室 隔音效果绝佳 可是没有人在使用 所以他们就说 好没有问题借你使用 他们是挑高的天花板 隔音效果加 教其余加来 感觉非常的棒 OK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跟所谓的 社区大楼的管理员 所谓的管委会 跟他们谈 在台湾大部分的社区大楼 都有他们的图书馆 或者是教育厅 或者是健身房 这样一些场地 这些场所不是24个小时 都有住户在使用 如果你的课程是所谓的家庭主妇的话 你可以去跟这些管委会谈 我能不能在家庭主妇们 一般的住户出去上班之后 家庭主妇送完小朋友上学之后 大概是10点到下午 早上10点到下午2点的这个区间 租用他们的交仪厅 租用他们的会议室 或是租用他们的健身房 在这边交瑜伽 那你可以是先提供 这栋大楼的住户几个小时 几堂课的免费课程 让他们可以试上看看 之后他们如果决定要 这个合作关系 如果决定达成之后 你再问他们 我可以去收附近大楼的住户吗 这样子一来的话 你的客源就会是稳定的 这栋大楼的客源 说不定之后还有机会 这栋大楼帮你介绍到 下一栋大楼去 下一栋大楼帮你牵线到 另外一个社区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你可以思考的方向 除此之外 我们说公司的会议室 很多公司他们的会议室在 公司上班时间之余 是没有人使用的 像我之前我刚提过 我在瑞士的时候 我白天是有工作 所以我跟我们人资 讲好的就是 我每个礼拜一的下午 下班之后 因为通常礼拜一 都会上班会上得深深的 所以我就说 那我们下午就是开一个课程 中午午休 午餐时段之后 大概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我开一个课程 就是有想上课的 想练习瑜伽等就来练习 那这段时间是算在 他们的上班时间里面 所以当时吸引了很多 我当时是坐 我在电商上班 瑞士最大的电商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 所谓的产品经理 那些玩电脑的宅男们 跑来上瑜伽课 还蛮有趣的 你可以接收到不同的客群 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群 OK 除了公司的会议室之外 很多时候 你也可以去思考 饭店的游泳池 盼 不是在游泳池里面 在游泳池盼 或者是健身房 还有SPA中心 还有三温暖 健身房通常他们的瑜伽教室都有了合作的老师 可是还是有一些空档 如果这些空档你跟他们谈 问说有没有办法让你租借 然后你带外面的学生进来 如果可以的话 基本上对健身中心来说 也是帮他们带来新的会员的可能性 饭店也是一样 饭店的游泳池 不是24个小时都有他们的住客在使用 他们会去大部分饭店的游泳池 健身房 他们会去计算说 哪一个时段是所谓的空档 大部分的打扫时间会安排在这个时段 你可以去问他们说 我能不能借用你打扫之后的那个时段 住客还没有开始回来使用的那个时段 让我开一个瑜伽班 那也欢迎住客来使用 除此之外也欢迎外面附近的居民 或是附近在附近上班工作的人来使用 对你来说你有一个很好的场地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饭店的游泳池都有健身 对不起不是健身房 大部分饭店的游泳池都有更衣室 都有沐浴空间 OK 所以几乎就跟健身房一样 所以你可以去跟饭店他 那对饭店来说 来上你课的人不一定是他们原本的客员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来上你的课 越来越多新的客员进入到这间饭店 会是他们将来饭店健身房招收会员的一个 得一个新的契机 或是一个潜力的市场 所以大部分的饭店 他们不会拒绝你 大部分 OK 当然如果你最好是有认识管理阶层的人 如果没有的话 就变成看你要怎么去说服他们 除此之外我刚有提到 SPA中心 还有三温暖 我之前住在瑞士的时候啊 在我住的那个城市有一间饭店 可是当地人都不知道那间饭店的地下室有三温暖 然后那个三温暖是有对外开放的 所以后来我在那边 我有跟他们聊过 说可不可以我用你们三温暖的休息室 大部分的SPA中心跟三温暖 他们都有一个休息室 这个休息室主要是客人们在等待他们的疗程开始 还有就是他们疗程结束之后一个休息的地方 那就像我刚刚说过的 饭店SPA中心跟三温暖 他们不是24个小时 或是所有的营业时段都是满档 他们会有很多的空档 所以如果说他们的这样子的空间 可以在他们空档的时段租出去让你做使用 你可以帮他们带进来潜在的客源 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会有兴趣的 OK 所以你可以去跟这些点 跟他们谈看看我能不能借用你们的场地 试着做看看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 每个礼拜一堂 看看效果怎么样 OK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带的课程是所谓的主题讲座 周末的主题讲座 你可能会需要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去完成你这样这个主题 包含了讲课 包含了体位的练习 包含了冥想跟呼吸法 讲课跟实际操作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话 你可以当然就可以去跟瑜伽教师谈 大部分的瑜伽教师他们的空档时间是平日的白天 平日白天就是一般人在上班的时候 或者是礼拜天的早上 OK 我之前在瑞士的经验是大部分礼拜天早上七点到十点 甚至到十一点之前 瑜伽教师都有空档的 都会有所谓的空档期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这个时候跟瑜伽老板 瑜伽教师老板说 OK我想租用这个场地 可是我希望你便宜一点算给我 或是我跟你租三堂课 OK就是我可能每个月一堂 三堂讲座 然后或者是你今天的讲座可能是有连续性的 你跟他一次租一个区间 这样子的话通常可以谈到比较好的价格 那当然在瑜伽教师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接触这个瑜伽教师他原本的会员 再来就是瑜伽教师他已经有一个适合做瑜伽的场地 还有需要的设备在 我刚刚提过那些非瑜伽教师的场地 会需要你的学生自己准备至少瑜伽店 还有水壶 这是他们会需要自己准备的东西 那如果你今天是租用瑜伽教师的话 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 OK 那我们再把我们的眼界放更宽 除了瑜伽教师之外 舞蹈教师 台湾现在有很多热舞教师 可是他不是24个小时 都有人在使用 热舞教师 太极教师 练气功的地方 甚至我合作过最有趣的地方 是一个藏传佛教的 他们算是藏传佛教的教室 OK 那在苏黎市的一间藏传佛教协会 那他们有一间教室 在那个教室里面平常是练习冥想 那他们通常的课程都是在晚上 我就跟他谈说 我想要带一个瑜伽的进行课 然后顺便去带入瑜伽的哲学 虽然跟藏传佛教有一些不相关 可是我觉得都是对现代人有好处的 所以后来我们的合作就是我白天 我刚刚讲过 礼拜天白天的那个空档时间 进行这样子一个课程 那对他们来说 有可以带进更多 因为通常对瑜伽有兴趣的人 对藏传佛教也会有兴趣 OK 所以那因为我不是定期注点在那边 可是他们是 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觉得好啊 这样子可以让其他人知道 原来在这个城市有这样子一个 藏传佛教的传导 传递的集会中心 然后他们甚至还有一些图书馆 可以供在平常时候也有开放 让外人来使用 所以那个时候那次的合作还蛮愉快的 OK 那除此之外我还看过有瑜伽老师 在挪威这边有瑜伽老师 他们是跟教堂合作 他们是跟教堂的小礼拜堂 他们家他们在教堂小礼拜堂的空档的时间 将空间清理出来 在那边教授瑜伽 那当然在这样子场地你教授的瑜伽 就不会像所谓的power yoga 或者所谓的热瑜伽 或者所谓的像比较带有氧性质的瑜伽 不会 你在这样子奇特的空间场 通常像宗教场所的空间 他们的那个能量非常的漂亮 能量非常的舒服 所以很适合带所谓的静心 很适合带冥想 唱诵的话你最好是先问过场地主 因为不是每一个宗教的派别 他们都能够接受瑜伽的唱诵 可是静心跟冥想 还有所谓的restorative yoga 还有所谓的阴瑜伽 都是非常合适的 甚至我有看过挪威这边的老师 他们带的是速度很慢的瑜伽流 搭配着呼吸法的练习 在所谓的教堂的小礼拜堂里面进行 感觉非常的棒 我听到很多去参加这样子课程练习的同学们 他们后来后来给我的 他们给我的回馈都是效果非常的好 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经验 所以除了像这样子场地之外 还有一些更特殊的一页合作 像我现在住的这个城市 有一间咖啡馆 它原本是Vagon的咖啡馆 然后它最近打算将它转型为阿玉废图的咖啡馆 那我除了帮他们设计他们的菜单之外 我们的合作是一个月一天 一个月一个礼拜天的早上 我在他们那个场地开瑜伽课 你会想说咖啡馆怎么开瑜伽课 可以你把椅子跟桌子清空就可以啦 那他们那个咖啡馆 因为平常有提供给音乐家 还有文人做他们的文章的发表会 朗诵会还有音乐发表会 还有演唱会 所以他们有个小舞台 这样子的设计其实非常适合拿来做瑜伽 那当我们把他们平常有25个座位 那我们把座位全部清空之后 大概可以放10张瑜伽店 差不多就是一个小班制的教学 效果也非常好 OK 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 怎样的一页合作 可以帮助到我 让你可以进行我的瑜伽教学 可以帮助到我的学生 让他们能够在便利的场所 便利的场地进行瑜伽练习 再来就是 可以帮助到场地的提供者 帮他吸引到潜在的客源 所以我曾经看过 其他的合作方式是 比方说跟花店 跟有机商店 跟书店的合作 除此之外比较常看到的瑜伽老师的做法 我发现台湾也开始有一些瑜伽老师这么做的是 将瑜伽的教学带到室外 作为在公园 在河边 在山上 在森林里面 或像我之前在我们家的 顶楼的空中花园 社区的空中花园 做瑜伽教学 这样子瑜伽教学其实非常的好 因为你将你的教学融入大自然 比较麻烦的一点是 因为是在公众的场所 所以很多人会走来走去 那难免会有一些围观的人 会让你的学生 可能会有一些些不舒服的地方 那这个是大家要帮学生先做好一个 事前的心理准备 他们才不会觉得很 心理上有挂碍 那当然除此之外 我之前也看过很多事在像车站啊 公车大站 不是那种公车站牌 是公车大站或是巴士站 唯一一个角落出来开瑜伽课 那样子的场地开瑜伽课 会有他一定的 会有他一定的挑战在 因为一来人来人往 人潮很多 二来声音很嘈杂 OK 不过你可以达到的宣传效果 非常的好 所以也是一样 你要先让你的学生知道说 我们今天是在这样子的场地 你可能会遇到相关的一些挑战 如果这个学生他觉得OK没有问题 那就欢迎他来上 好 所以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本身的经验 还有我看到其他人他们是怎么做 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分享 可以提供你一些idea 让你在未来思考说我要在怎样的场地 我要找怎样的场地去规划我的瑜伽课 去接触不同的学生 接触不同的课源 我的一些思考的方向 重点是不要让自己局限在自己原本的小框框里面 跳出你的框架去思考 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山影的局面 帮你的瑜伽 将你的瑜伽教学的理念 将你对于瑜伽的美学推广出去 我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子的内容的话 请记得按下喜欢分享 然后按下我们的订阅小铃铛 这样子的话才不会错过我每周的更新哦 感谢大家的收听 Namaste